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产生24万公段的废弃塑胶物 为了解决废弃物污染问题 放射袋设计打造全球第一台移动式宝特瓶回收处理机 好归缩专车 并与台北侠海城隍庙跨界合作 将回收的塑料做成城隍庙造型卡 推广永续循环的概念 这台外观简洁的白色箱形车 就是全球第一台移动式宝特瓶回收处理机 FNG世代设计 以友善回收及循环设计为理念 打造好归宿专车 并与台北侠海城隍庙跨界合作 将回收塑料制作成好归宿当归造型卡 结合宗教信仰 推广永续循环概念 并提拨部分造型卡贩售所得 捐赠偏箱关怀弱势 我们这个车的应该是我们从第一开始的1.0的回收计划的时候 我就在思考一个方式 那因为我们一开始1.0的计划是从万华那边跟回收阿嬷要去回收 那透过人工的方式 但是我在思考那如果只是这样来讲的话 我怎么样去可以回收更多的地方 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一些回收阿嬷 那所以我们会思考很多可以是透过机台 透过什么方式 后面思考可以应该是可以透过车的移动 用这样车的移动方式 那我就可以到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社区帮助到每一个阿嬷 那所以我们才会去做这样一个发想 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从车为什么会去做缴税的动作 就是因为它可以节省了很多的一个回收的流程 那节省很多的流程 它就是可以节省更多的一些碳排 然后还有可以比较更有力的一些回收再利用价值 所以我们才会去用这样一个方式 那就是变成我们也透过这样一个方式的话 去做一个环境的教育 希望更多的一些小孩 那一些家庭透过这样一个互动的话 可以带来更多的一些体验教育 包括我们回收原来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出发点 如果我们用的瓶子或者是那个盒子 必须要用我们少量 然后如果可以review的话 可以reuse的话 就是那个RE就是再利用再利用 然后把它的那个力量跟光芒出现出来的话 这个才有意义 所以当我看到它这个活动的时候 当然是被它最吸引的是 它做了一个小小的庙 然后那个庙有点像我们在说 那个积木的方法 然后你积很多就好像买一条街 你积很多就好像整个传统建筑 就是一个玩物这样子 小朋友也会喜欢 然后这是被吸引的 就是它制作的东西的吸引力 还有它的袋子都是布 但是这个布呢 可以变成我们吸带的东西 比如说大袋子就可以变成 小袋子可以拿那个 我们讲的饮料的袋子 我又觉得种种的 他们都在改进 我们要学习的就是 老人家要学年轻人的想法 因为整个好归宿的计划呢 我们就开发设计的 我们设计团队一起构思的这个 好归宿当归的这个造型卡 其实它的概念很直觉 大家看它上面的这个龟壳 其实就是我们 夏海长皇庙的这个庙宇的 这个外观 其实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诉求 就是好归宿 我觉得这个冥冥之中有注定 我们计划叫好归宿 然后很多人来这边 其实也是寻求心目中的好归宿 不管是感情上面 还有心灵上面的好归宿 所以好好在一起 就是把两个好归宿的这个概念计划 把它结合 好那首先呢 在我们要投入这个 我们的宝特瓶之前 要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呢 其实我们的瓶盖 瓶环 还有我们的胶膜呢 它其实是两种不一样的材质 那再加上我们的宝特瓶本身 等于它的一个宝特瓶 就会有三种不一样的材质 只要简单五个步骤 就可以将宝特瓶进行粉碎处理 省下回收体积 与传统回收的许多步骤 车体还结合除纸卡 提供参与民众及时回馈 回收后的宝特瓶塑料颗粒 还可以制作成背带 零钱包 帽子等商品 减少环境污染 让资源循环再利用 先把宝特瓶分类 然后呢 整理好之后 首先我们先点选我们的荧幕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呢 有三个不一样的数值 第一个就是你的数量 那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会有加值这件事情 那我们目前的计算方式呢 是四个宝特瓶 我们就等于是一块钱 那我们这一块钱呢 可以让民众利用它的悠游卡 或是一卡通储值卡 那就把这个费用 直接回馈到他们的卡片里面 那另外呢 我们之后还会开发这个点数系统 那我们点数系统部分的话呢 你就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面 去做一些消费的折定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就是直接把我们的 无色塑胶 先投入我们的回收口 好 那我们的荧幕上面呢 就很明显的告诉你 我们现在已经投入一个了 只要投入 它就可以马上做搅碎的动作 好那我们搅碎之后呢 我们就是可以进入到 结算这个部分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会有三种方式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一卡通 那再来呢 就是悠游卡 以及我刚才提到的点数 这个回馈系统的部分 那最后如果你觉得 就是想要想应这个活动 支持活动 那你也可以选择不需要除值 好那我们这边后面把它打开 那这边呢会有一个是我们的收集桶 也让大家看一下 我们刚才的所有宝特瓶呢 就是直接 可以马上粉碎成碎片 那这样子的话呢 其实我们在前端 直接做处理的话 我们在后端做一些可能回收啊 去化再运用 其实都会减少非常多的一些流程 还有碳排 人力啊电力 或者是输出的一些过程 碎片之后 它并不是直接就可以进入到 这个再运用的过程 它必须要先经过像这样子造力 然后呢我们去做抽砂 那抽砂结束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做成纺织品 那就像我们车后这一些呢 只要是我们纺织品的部分 就是全部都是由我们百分之百 回收宝特瓶再制而成的 所以说呢 其实它是一个 一个完整的一套流程 所以说我们可以让一般民众 就是在我们前端呢 体验完这个回收宝特瓶之后 那就可以马上在我们车尾 感受到原来我们的资源 只要经过妥善的分类 再处理 它其实是可以变成像我们这样子 非常漂亮的创意的商品 我们也是在思考说 怎么样可以到 让更多人来参与 所以我们会 这次的话就请Yuka E卡通那边帮忙 我们在开发系统 因为我们一般的民众 都会手上会 E卡通或EU卡 那他就可以投 宝特瓶的时候 可以透过E卡通 EU卡来直接做一个 回馈的结算 那包括点数 点数的话 我们就会 可以用点数的累积 可以去购买我们的商品 然后我们也 透过一个就是 透过一些活动 可以去出一些折价券啊 优惠券的话 就是会让 现在其实很多的公司 他们一些家庭日啊 或者一些活动啊 那我们就会 开着这台车路跑啊 其实我们现在的话 有接到路跑 还有一些家庭日 那我们就可以 在现场可以去 他们回馈一些 折价券或优惠券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 这台车就可以透过 四种方式 可以让大家来 更有趣的参与到 这件事情 好归宿专车 环岛行程 首站在台北 峡海城隍庙 及大道城码头 与民众互动 欢迎民众在 8月17号前 携带宝特瓶 到现场进行回收体验 还有机会 获得宝特瓶回收 再次的循环设计商品 记者李希慧 台北报导 台北市水利处 举办2022彩绘特色 人孔设计成果展 在市府大楼 一楼中庭 展至8月15号为止 除了展示 实体24款 雨水人孔模型外 也有互动拍照抽奖 摄影比赛等活动 就是要让民众感受 台北市公共工程 结合城市美学的 独特魅力 原本归归安安的人孔盖 摇身一变成为色彩缤纷 具有在地故事性的图案 像是大安区结合在地建筑物 也将大安三菱公园 这个重要指标生态刻画出来 文山区则是可爱动物视角 逃出动物园的模样 打开水沟盖 可以看到在地文山茶种 制造茶香四溢的想象空间 这次因为大家的主题 全部都是一个由 水沟盖的视角往上看 来呈现这个城市 那因为文山区刚好有一个动物 所以我就把动物园的异象画进来 但是我再稍微把整个视角 再往下拉一点点 就是说假设它不是从水沟盖的面开始看 但是从水沟盖更底下看 就变成是由黑熊来打开这个盖子的概念 就好像你从水沟盖里面 然后有一个黑熊打开盖子 然后所有的动物都要跑走的感觉 这变成是有石虎啦 长颈鹿啊 大家都想要看看这个水沟盖里面是什么东西 那你可以想象它就是从这一边动物要跑走 然后因为我刚好也有设计到猫空那边 变成是说如果动物跑到猫空那边 那它打开水沟盖又会看到什么 就会在另外那个作品上面呈现 动物啊整个要跑走了之后 它到了文山的这个猫空这边 打开之后就发现 有大茶壶茶水涌入有人在踩茶 有缆车这样子的一个画面 然后也是一个从水沟盖更往下一点点的视角 所以你还可以看到它里面的楼梯 整个盖子被打开当下的一个 制造一点这样子的一个作品的律动感 好像正在进行中的一个感觉 那这是我们有设计两款 那其中一款的话是目前看到的仰望学历 那我们都知道说大安区有非常多具代表性的建筑物 那我就选的是学校类型的建筑物跟宗教形态的建筑物 那宗教形态的建筑物啊有两个 一个是清真寺 然后一个是天主堂 他们都在大安区 也是算非常著名的地标 那再来的话学校的话 都有算台湾非常知名的大学 北科大台科大台湾大学跟师范大学 都在我们大安区的区域里面 所以呢这一次我就讲这个具代表性的一个建筑 融合了我们这一次台北盖子计划冷孔盖上面 那我们就用整分的这个方式来去将建筑物分配在不同的区域里面 那中间一定有人会怀疑 一定会很好奇就是说这到底是什么 这是大安区的区画 它叫波斯菊 它叫波斯菊 这样子利用这样子整分的方式来去呈现 我们从中间看过去仰望雪岭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情境 那这个的话是大安区的一个非常著名的特色 大安森林公园 那它的名称的话叫向阳之声 那主要的话就向阳面向太阳 太阳的话是在这个地方 原本想要说放在正中间 但放在正中间的话 它会跟仰望雪岭的构图有点像 所以呢我就是利用太阳偏心的这个方式 然后同心圆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概念去作为我们的构图 那在画面上面的话可以看到有大的叶子跟树林 以及露天的音乐台 这算是大安区里面非常著名的一个地标 还有情境氛围 那还有的话就是那个蓝雀 蓝雀 就是我们常常在大安区里面看到一个生物 这样子 那一样的话不管是仰望雪岭或是向阳之声 都有着用不同的一个角度来去看大安区的这样的感觉 那只是一个是等分的 然后一个是偏心的圆 那这样的话可以让森林的那个比较绿动感的氛围 更能够透过构图被呈现出来 台北市水利处在河滨公园 深台湿地城市美学上多所经营 期盼让民众对水利工程不再只有硬邦邦的印象 台北盖水计划就会适容增添许多艺术气息 首先感谢郭部局设计大会 还有各位设计师们的辛劳跟用心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用台北的城市美学 做一份付出领导 那个去年已经办过第一件 已经在四个行政区 两四个行政区做这种的统盖 那目标是这样的 城市美学是要白死干头 更均力补到更普遍 所以我们就去年有当过第一席 去年继续努力 那目标就是说 让每一个行政区的人孔盖 有它行政区的特色 所以每一个地区有它的特色 有它的美丽 那得起来就是我们台北的城市美学 这就是目标 108年已经在四个行政区已经做了 包含万华中正还有南港跟大同四个区 那这已经在现地都有 我们有提供在水利柱的网站提供这个人孔地图 给大家可以搜寻 那第二期的部分我们把 因为我有承诺市民说一定要把12个行政区做完 所以我们今天顺利完成这个任务 那人孔可能大家还要再等一下 我们在9月的这个时候就 9月底会把这个另外8个行政区的人孔在现场就做起来 大家到时候就可以去寻宝了 我们活动非常多样 确实大家再请关注我们这个烈烈水利的粉丝团 可以得到相关的资讯 其实最早也是因为我们看到日本有这么多很漂亮的人孔盖 我们是觉得说别的国家可以 我们要花了这么多的机票钱到其他的国家去看人孔 实在太辛苦了 我们不如自己来 而且我们国内的设计师非常的能干 绝对不会输给这个日本的设议师 大家今天看到这么缤纷美丽的人孔应该得到印证 所以我们后来就启动这个计划 也陈盟我们这个杨理事长的协助 邀请国内非常多的这个知名的设议师 我想都是大师级的来帮我们掏刀 所以我们今天才有这样的人孔盖 是因为我们往常大家有出过旅游经验 大概都在其他国家看过很多这种很漂亮的彩色人孔 那所以当时因为杨理事长这边施迟要做这个计划的时候 我们当时第一个念头是 那属于台北市的财政人孔应该有什么样的特色 所以如果大家有留意到的话 你会发觉我们所有的人孔都是从这个bottom view 也就是从人孔盖的角度来看世界 我们有一个很特殊的视角 下我上海 人孔盖如果有生命的话 那它看出来的世界长什么样 所以你会看到台北市的人孔盖 在我们这一次不管是我们有集合了八个设计师来做 但是每个设计师都用同样的视角跟主题来看 所以属于台北市的财政人孔 就有它独特的这样的一个特色跟概念 那我们的一个很核心的想法叫做 从最接近土地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 这就是我们的台北的精神 困难很多 因为大家本来以为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任务 就是反正在实境六十公分里面的范围里面去做一幅画 但是后来发觉其实要做的前途工作很多 第一件事情是到底要使用哪些元素 就是光是前端的盘点就花了很多的时间 那选择什么素材要画到这个盖子上 再来呢在制作的过程里面也有很多的限制 因为它是人孔盖是触铁的 那它必须要有一些它的一些规则 跟它的操作模式 包含它的上色也有一定的规范 所以其实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世界上面去做 那很多这一次也都共同开会 共同去解决这些问题 水利处108年开始推动台北盖水专案 如今12个行政区的特色人孔盖 共24款皆完成在展览中展出 同时藉由打卡送杯垫及抽奖活动 邀请民众来感受特色人孔盖之美 记者温郡台北报道 公用频道存在许久 仍然有许多民众想使用 却不是那么清楚规则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 与中加快评合作 举办手机影制工作坊 吸引民众报名 学习拍摄制片的技术 同时了解媒体禁用权 你们应该不是在敷衍我吧 没有 我都要很认真的服务 要漂亮 就不用了吗 好软件上要打字幕 没有 讨论之声此起彼落 手机影制工作坊的学员们 正将自己拍摄的素材 剪辑成文情并茂的影音 有在地农作香炒茶的介绍线 也有记录景点历史与人文风情 学员们善用工作方传授技巧 發想在地议题 从资讯接收者 转为主动产制传播者 现在手机很方便嘛 那一般大概都会照相啊拍摄啊 可是常常就是把一些拍摄的东西 所以就要做一些剪接啊 然后是流程啊 是有点困难 那刚好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宣传 那我们就拿上报 所以我们就做了两个短片 第一个是有机的堆毁 就是收集废轮胎 汇轮胎这个资源的回收 很多群岩带地用这样 那第二个就是 利用农场的这个香草的植物的应用 那我们就会 怎么样来泡香草啊 应用各种香草来泡这个茶 以古亭站作为一个出发点 然后一边是探讨 城南的人文文学这一块 然后另外一边是探讨 比较是自然环境 比较现代的这一块这样 最主要是这地区性的文化跟自然 对 因为我觉得在影片这个部分呢 现在已经是全云都会的部分 跟我们以前那个时代 已经非常非常不一样 那我想说来学一下 说怎么来拍摄 然后手机这么方便去剪辑影片 那像今天我们在实习的过程里面 我就发现呢 其实怎么去拍 然后怎么去设定很多的一些主题 或是一些面向 都跳脱很多的一些想法 然后在拍完以后要如何去剪辑 去把它变成一个故事 然后甚至画面的一些特效 这又是另外一个领域 可是都是很好玩的一个状态 台湾师班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 与中家集团合作 增进民众媒体素养 了解媒体经用权 周末这场活动吸引近30位民众参与 透过理论传授与实作 促进有线电视公用频道的使用 对传播学界来讲 媒体经用权好像是一个非常非常 common的一个 可是对所谓的台湾的所有民众来讲 媒体经用其实对他们来讲是很多人根本没听过 或者说经过但是不晓得它的真理是什么 那我们就是借由这样子的一个 连续举办这种有意义的媒体经用权 加上用手机来拍摄影片的这样一个方式 而且又加上公用频道这样子一个推广 我想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奖集 这样子一个workshop 其实可以让更多更多民众可以参与 然后也让他们知道说媒体经用 甚至是公用频道到底是什么 而且甚至是他们可以运用这样的频道 来创造出自己自己的相关的一个曝光露出的机会 他们其实根由他们的一个互动相关 这种所谓的一个观念 他们都非常非常清楚 而且又切合很多我想说 包括最近常常会有的一个 台海危机这样的一个危机 我们都觉得这种危机意义 这种所谓的安全的资讯 也可以在我们的公用频道上面曝光 或者说大家一起来做一个互动用物 来达到那种社会安全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非常有观念 然后也非常觉得真的把媒体经用权 做到一个公共服务这样子的一个精神 我觉得这是让我在这一次的奖集里面 我觉得非常非常奇特 课程实作以6到7人的团体讨论模式 轮流发表对公用频道的观看经验 还有对频道的需求跟期待等意见 纷纷赞扬公用频道的进用性也尝试使用 那事实上以前我都不知道有这样一个频道 应用公用频道不知道 那第一天我才想 原来有这样一个频道 供一边视频可以来 发表他自己的影片这样子 那第一天 我们的学校会利用手机来拍摄一些 是非常快速的方便好用的一个软体像 我们民众是可以有独立的制作的权利 然后可以发声 对 我觉得这蛮好的 像我父亲是做文创艺术这一块 他是做木雕 雕雕类的 所以我也想说也可以透过这个管道 然后可以发表一下他的作品 我觉得也没错这样子 零三台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莫正的 可是他从有线电视就有了 跟着我们到现在都已经一二十年的时间 但是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去用它 那我本身是在12大里面工作 其实有很多的公众议题 然后同学的一些 一些期末表达 或者是平常的一些议题 都是公众所以非常需要知道的 然后也都是很地区性的 那我想这个部分呢 以后我们可能可以三家的利用 学员们在集资广义过程中 创造出不同世代的意见交融 让影像以多角度呈现 以为自己的日常生活 增添不少使用技术 记者温郡台北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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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避之为恐怖极 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 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 关心您 赤兹12亿打造的新竹棒球场被爆出场地严重缺失 引起各界关注 而未在新生公园内的新生棒球场 目前正赤兹1050万元进行整修 不过台北市议员陈炳甫却发现 这个投手练习的牛棚只能设在左右外野场旁的空地 周围筑体没有包裹 万一球员奔跑不胜重上 恐怕后果不堪设想 大家要去飞扑桥的时候去撞到墙接杀 但是至少还没有做一个防护了 所以我们真的希望在这边能够有一个更安全的一个防护 来保护我们的小选手们 投手练习用的牛棚周围筑体用绿色软垫包覆 厚度却只有薄薄3公分 比一般10公分厚度的全雷打墙防撞垫明显防护不足 之前更是完全没有防护 基座和卷线器直接外露 市议员陈炳甫担忧 万一球员奔跑不慎撞上 恐怕后果不堪设想 这些球员一旦受伤 可能运动生涯一辈子都不够了 就没有了 那一样他山支持可以攻错 非常可惜的是 台北市的新生棒球场 现在赤支1050万 正在进行这样整修 大家看得到 但是却犯了一样的错误 那早在7月初 我自己就已经特别提出这个问题 希望他们透过不要只有厂商 一定要透过专业的裁判 协会来提供一些建议 做一些补强的措施 安全补强 那棒球协会 这个陈秘书长也在11号 7月11号的时候 也跟我们市政府体育局 在那边办了一个现场会 提出了几个建议 但是非常可惜的 我们现在看到 目前他们的施工 并没有照当初的建议来做 而只是这个稍微装饰一下 为什么叫装饰呢 因为现在所有的防护工程 其实是没有任何保护作用的 所以我们看到棒球场这个部分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边线 这个外野的边线 那我们这个牛棚的架子 就在正旁边 那这个当然是因为场地的问题 新生棒球场本来就不大 所以没有办法 以前只能在旁边练习 所以比赛常常跟球员 投手在练球的时候 会造成互相的感染 甚至有安全的问题 所以后来他们这一次也决定说 把这个架子做起来 这个出发点 五口飞是好意 但是毕竟 我们还是要注意到这个安全 那当初 连这个保护程式 完全是没有 基座是完全外露的 我们待会提供一个照片给大家看 旁边的卷黏器 这个卷网器 的那个卷轴是往外突的 是往球场内突的 所以只要我们这边任何一个选手 在想要接高杯球往外 砰的时候 很有可能就直接撞到柱子 踢到基座 或者是甚至那个卷黏器的卷轴 戳到身体里面 一般正常标准的棒球场大概是400英尺 我们这边大概只有不到360英尺 左右两边甚至不到290英尺 所以说这比较小的棒球场 可以提供哨棒 基哨棒来使用而已 那以前没有这个牛棚 大家就是在这个球场旁边 做一个露天的练习而已 那现在装了这个牛棚以后 我们发现非常之不妥当 因为这个牛棚是属于一般 练习的时候在使用的 结果压缩到我们正常比赛的球场的时候 这就有点本末倒置 所以我们当时就提供建议 要么你就是把它拆除 移到别的地方去架设 要么就请麻烦 跟我们的全力打墙一样 做成一个防撞墙 这样子对选手来讲会比较妥视一点 因为像这种杆子 原先他架设的这个6米高的杆子 他本身就比较小 你要厚的防撞垫 是没有办法去折他的 这种都骗不了人的 那他们说用两三公分 我用两三公分的这种防撞垫 说实在的比报纸强不到哪里 对选手是一点保护作用都没有 市议员王洪韦也指出 当初新竹棒球场因为场地缺失 造成球员受伤 甚至可能中断球员运动生涯 而新生棒球场作为少棒 青少棒专用场地 小选手们棒球生涯正要起步 更不容发生任何意外 新竹棒球场 那他的仓促启用 然后他的整个的施工不够周详 而造成了球员的受伤 那我们希望同样的汉事 不能够在台北市发生 那我们现在 带大家到球场上来看 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待会也可以请媒体朋友更近去拍摄 就是刚才讲 包含他的基座的突出 还有他那个卷轴 他的那个杆子是往外突的 那他们现在看起来都包袱 但是那个包袱非常薄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用目测的方式 牛棚跟这个界外线嘛 对不对 大概距离一公尺而已 那大家都知道球员在球场上 一定是非常的奋力的拼搏 所以他可能为了要接一个高飞球 他一定会一边看球一边退后 那你想想看后面只有一公尺 那球员一定非常容易撞上那个杆子 或者是撞上基座 或者撞上我们刚刚讲外露的 这个整个的这个摇杆 那到时候如果受伤该怎么办 所以我们现在呢还是一个场地 所以我们今天一请体育局 希望体育局从善如流 体育局则表示 会与选手安全作为考量 目前改善工程正逐步进行中 为改善之前球场不会启用 也不会为开放而赶工 这个场地原定 我们希望在这个月底 能够完工开放 那事实上这两个 这两座牛棚 这两座牛棚的外側的外圆的防撞墙 目前也都已经纳到工程里面 我们预计要10座 那现在事实上各位 各位 两位寓座 还有各位媒体朋友看到 事实上我们工地 我们现在场地 还是属于一个工地的状况 那我们这边体育局 还是会秉持着 在场地开放前 我们一定会将球场里面 所有会让球员造成受伤的可能性 我们让它降到最低 所有的方权防务措施 原本预计该做的 我们一定会做到好 整个做到好 那我们再来做一个开放的动作 那这样子球员在我们这边使用的话 可以更安心 那你保障墙什么时候要做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东西原则上 大概会在8月20号左右 因为后续我们就会进来 我们的机器就会进来开始做 因为它有它的工序 我们要从基础开放开始 那原则上我们不会预设说 一定要赶工在什么时候 之前要完成 然后为了赶工开放而处理 把一些工程做草率的结束 我们一定是把工程做到好 议员表示新增棒球场因场地较小 不得以情况下 让牛棚位置与界外线如此靠近 主管机关就更应该用心防范 避免意外发生 造成球员不可挽回的伤害 维护球员安全 记者林喜慧台北报导 孩子的成长历程中 父母的陪伴很重要 白丝带关怀协会 与顺兴社区发展协会 携手足起亲子快乐发展的城堡 透过资商师的开导 引领亲子拿捏数位科技 娱乐与学习的界限 减少亲子紧张的冲突 眼镜看起来很好玩耶 可以在这儿吗 超好玩的 亲子同乐也是门学问 如何建立起舒适的玩乐氛围 亲子皆需学习 扮演孩子的母亲 并以孩子视角出发 更能了解相处之道 这是白丝带关怀协会 与顺兴社区发展协会合作 邀请儿少计商师赵志恒开课 让学员自我省思亲子关系 主要就是想要多了解 如何照顾孩子 然后因为现在的时代 就是三西成瘾真的很严重 然后再加上陪伴孩子 每一个阶段 都有每一个阶段的方式 所以想要了解的是更多元 然后也更精进的照顾孩子 然后也去了解孩子内心 真正的想法 我觉得最主要会想 修这门课程 其一的原因是 自己是以教育为主修的专场 然后是未来的辅导 专门的老师 所以我觉得在这段期间 在学习的过程中 我觉得我们可能 它重视很多理论的部分 然后也需要很多实务的经验 像是今天这样子的场合 我们其实可以去了解 怎么去跟家长互动 那家长在照顾孩子之间 可能遇到怎样的困难 以及自己未来在陪伴 或者是教育孩子的时候 可能会要怎么样的应对跟处理 然后加上自己之前在社区 也担任过一年左右时间的 儿少陪伴志工 那在这个过程之中 其实会发现 不同年龄层的孩子 他的需求都不太一样 那藉由今天的课程 来了解 怎么样去陪伴孩子 从玩乐中 怎么样陪伴孩子 从生活中来增进彼此之间的 信任跟关系这样子 最主要是因为家庭 其实孩子在出生之后 面临的第一个团体 也是他生活时间 最长时间所待的地方 所以其实亲子教育 亲子之间的关系 甚至会比学校的一些教育 或者是老师的一些话 来得更有他的影响力 孩子想玩的时候 我们成人可以怎么样支持孩子玩 对 因为父母亲 其实角色有很多重 父母亲有 他需要教导孩子 可是在陪孩子玩的时候 他可能要跟孩子 是站在同一个点 对 可是就是要把那个 父母亲的那个帽子拿掉 所以呢 今天就是让成员 有这个机会 有角色扮演的机会 然后他们也去 能够回顾 他们小的时候 玩了什么游戏 然后可以进而帮助 增进跟孩子之间的同理 他能够比较理解他的孩子 然后当孩子 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可以去回想 我在小的时候 玩的时候也遇到这些困难 所以他可能 因为他有这一层的回想 他就会比较少 情绪上面的责骂 还有甚至 就是比较不好的这些影响 对 所以我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然后带今天的成员 其实现在台湾 我看到成员有很多的状况 就是3C成瘾的问题 对 那其实如果孩子出去外面 跟真实的人玩 他中间的互动可能就会有一些 当然会很开心很快乐 可是不可避免的也会有一些很紧张冲突 需要化解的部分 有些孩子喜欢玩手机 可能就是因为他跟手机玩 他比较安全 他不会需要去化解这种人际之间的冲突 对 那为什么要父母带着孩子玩 因为父母可以给孩子一个示范 在玩的时候 孩子要怎么样增加自己的同理心 首先他要有被同理的经验 他如果被同理 他被父母同理了之后 他出去外面就可以比较同理他的同学 家长真的很辛苦 孩子年纪还那么小 他们还没有学会怎么样去处理事情 所以真的是比较需要家长来带 对 这也是为什么家长需要 可以来参加这样的课程 孩子本身是很爱玩的 所以像今天家长有说 就是吃饭的时候就会拿手机出来 其实孩子这些东西都是学习来的 家长本身如果花很长的时间在看手机 不跟孩子互动 孩子就会自然而然觉得看手机是很正常的 如果家长都愿意把手机放下 就是很珍视孩子的那个玩的 那个品质 孩子也会学到我很重要 我的方式玩 爸爸或妈妈很珍惜 他就在那样的过程里面 他学到了自己也会对自己很有自信 面对孩子的成长阶段 父母也需要不停学习 例如在玩乐上也有许多技巧 能够帮助双方化解冲突与紧张 彼此都能得到陪伴与心灵上的充电 其实在文山区 我们前两个礼拜是有在木扎老街那边 也是用小团体的方式是服务青少年 那用的一些课程是比较活泼的 比如说有一些是教他们绘图创意 有些是让他们带动运动 教他们打桌球 甚至带他们去参访一些的社区广播电台 因为我们想说还是希望孩子 有一些上网安全的概念 同时也知道怎么样去善用科技和媒体 那这是白赛跟政大 我们在合作的这一块 那当然在这两周 我们在顺兴社区发展协会 主要又要针对的是 这边文山区的一些家长 因为我们除了对于孩子 怎么样能够善用科技 远离这当中不必要的风险 特别在暑假之外 我们也希望说家长在面对 元宇宙的青少儿的成长 能够了解到底新的媒体的发展 有哪一些的机会跟风险 那同时也在亲子的数位教养上面 能够有一些参考的经验跟案例 让他们来互相的交流分享 我觉得现在我们台湾 很多的我们所谓社会的一些问题 都是由家庭出来的 那家庭我认为家长 占家庭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所以白世代办这个活动 我非常支持 我觉得非常的好 因为为什么 他们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整个社会的一个问题点 在家庭的家长 那如果给家庭的家长 适当的一些 让他们了解很多的事情的话 我觉得对我们整个社会是有帮助的 白世代这个课程 也是我们这个系列活动里面 一个活动 一个活动 那类似白世代 我们跟好几个合作过 我们也跟万海也合作过 跟新一房屋也合作过 我们社区本身 社会局方面 也常常经常有一些 这种亲子的 家长的一些活动 那我们社区 最主要的还是以社会和谐 为我们社区一个主轴 所以我们各种的活动都办 我们大大小的活动都办 多给孩子一点拥抱 然后跟 陪伴 每天拨一点时间 不要忘了也多给 自己一点拥抱 对 好 我们大家一起好吗 课程结尾 透过自我发声勉励 抚慰自己 也为生活注入满满能量 白世代在暑期 开设家长成长团体课程 为其四周 带领家长透过 拿捏数位科技娱乐 与学习界线 以及网路安全风险等议题 造就快乐的孩子 与亲职艺术 记者温云君台北报道 69岁的朱姓老翁 在交友软体 认识了一名妙邻女 不断声称有标股内线 做断线进出 获利丰厚 老翁信以为真 直奔银行 要汇款47万元 让女子代操 行员察觉有意报警 警方苦口婆心 分析诈骗手法 才终于劝助朱翁 保住他的退休金 诶 大哥 大哥怎么称呼 警方来到银行柜台 关心男子汇款动机 你是今天要汇什么款 大哥我刚才听行员说 你之前就有汇款 大哥跟你说 我来家是关心你 因为毕竟行员现在也在查 然后查他提供的账户 有没有异常 原来男子在交友软体 认识了女子 被对方游说汇款 代为操作股票 水乾用ève 就这样 Mas 어머 给了诈骗集团 清除 Kait www.c Regerson 今天已经会了多少 没有他就是我要会供給他就叫 除职啊 未经过这种方式的我们 我問一下銀行 朱大哥 剛才行員說那個戶頭的金流流動有一些不尋常 這樣好不好 但是你相信我 我們這種案件 我當警察也不久10年而已 10年都在處理這種詐騙案 每天都有,社會當中有這種詐騙案 你站在那裡就不要回了 我跟你說,我們警方查證的東西是不會騙你的 你們再多關心爸爸 經過警方苦口婆心勸說 男子才明白遭到了詐騙 警方竊而不捨,成功阻止一場詐騙 記者黃少民台北報導 在疫情加通膨的影響下 爸爸們經營上的負擔是越來越重了 根據人力銀行調查顯示 有高達4成7的職場爸爸 為了要增加個人收入 必須從事第二份工作 兼差比例創歷年最高 職場爸爸做哪些兼差工作呢 帶您一塊了解 現年36歲的Nick是三寶爸 本身是一位攝影師 和太太兩人月收入約10萬元 但一家5口每月基本開銷就要近9萬元 但因為孩子還小 想等孩子大一點再去兼差 50歲的Tony過去一直在電子業 負責研發與採購 在步入中高齡時被公司優退 當時一人帶兩個孩子半年沒有收入 每個月生活費卻將近5萬元 幸好後來遇到貴人 薪資收入也回到以往水準 到了這種四五十歲啊 然後做到一個程度 然後公司剛好經營團隊換人 那這個時候面對的壓力是非常大 因為孩子已經也長大了 那要面對的是國高中 然後甚至是大學的學費 所以在像現在的社會的氛圍也比較 大家就是經濟狀況也不是很好 經濟的環境也不是很好 也不是非常友善 所以說在這期間就感覺到壓力非常大 那因為從高階工作 然後因為忽然沒有工作了 然後就是你必須去找一些 可能沒有那麼高階的工作 那這個時候的薪資 還有職場的同事對你的看待 那種壓力是雙重的 那再加上 結果就是做了這樣子的工作 比較年輕人 更年輕人就是剛出社會的這種工作之後 那發現職場的老闆跟同事 還有自己的這個一些想法 不是很match 不是很能吻合 所以結果還是又離職了 那中間因為還是 但是因為每個月的柴米油鹽醬醋茶 你還是必須要去付 所以說這個時候 你必須要去想一些辦法 那我之前也有去 我現在有拿到大顆車的這個駕駛值上 而且是職業的 那就是等於是 在這過程中 就是想要很多的第二專長 那我想這個壓力是再損難免 那好在現在又 因為以前的一些人脈 結果又回來 然後有其他公司重新挖腳 然後再回到職場 那很高興有這種機會 那我相信可能也不是那麼多 這種中高年齡的這個 這個大家的這個 民眾有這種機會 所以我自己也感同身受 覺得這個壓力是非常大的 就是我跟我老婆大概加起來的薪水大概差不多十萬左右 那因為三個小孩要養 所以大概每個月花費的支出大概會到九萬 那如果有再多餘的額外付出 他就是可能會吃到自己的老本這樣 就等於說我不能兼差啊 沒有時間兼差 就是等於說先暫時先讓 因為小孩還小 就先暫時先這樣 然後就 先不打算兼差 就先把老本吃一吃 那之後等小孩大了想說 如果要再賺多一點的時候 到時候再兼差就好了 對現在先暫時還還過得去這樣 現在就是我自己的話 因為我沒有時間就是去打工 所以我就別人說我是投資的方式 我可能投資朋友的二手車行 然後可能額外會多 一個月可能多個一萬塊的收入 就讓我可以減輕一點壓力這樣 根據人力銀行調查顯示 有高達四成七的職場爸爸 為了增加個人收入 必須從事第二份工作 兼差比例創立年最高 而兼差工作像是外送快遞 計程車司機 出工水電工 還有物流送貨等 這次調查主要針對職場爸爸的生活壓力 那發現有四成七的職場爸爸 為了要增加收入 而選擇要有第二份工作的兼差 那兼差最常見的 主要最常見就是外送 那再來就是Uber計程車 接著有一些是出工水電 還有一些會選擇做物流送貨 最後是文書處理 都是一些門檻比較低 那時間和地點彈性 相對比較高的兼差工作 如果以現在這個 一到三月份的實質性薪資來看 只有四萬一千多而已 那兩個加起來其實還不到這個水準 等於只有八萬兩千多 所以顯見其實大部分的人 都還沒有達到這個育兒標準 所以可以看到出來 現在很多年輕人都選擇不婚不生 就是因為完全沒有辦法Cover說 支撐一個家庭 而且還要養育小孩 我們調查發現說 讓他們壓力最大的 第一點當然是物價一直在漲 還有房價一直漲 生活費高漲 這是讓職場爸爸壓力最大的來源 那其次就是育兒的壓力 因為可能育兒不只是要養活他而已 還有一些生活教育費 很昂貴的部分 那再來就是說房貸很吃緊 我們知道其實房價年年都在漲 現在的年代要買房是很不容易的 那房貸的另一部分 可能租屋主相對來說 房價也有這個租屋費 房租也會升高 那再來就是可能很多爸爸 為了要有第二份工作 而犧牲了陪伴小孩的時間 那甚至有一部分的職場爸爸 是連頭期款都拿不出來的 為了頭期款而煩惱 另外根據調查指出 職場爸爸認為 雙薪家庭要跨過育兒門檻 夫妻合併收入至少要有 八萬八千三百三十四元 才養得起孩子 也反映出身為家庭經濟支柱 也承受更大的責任與壓力 記者林錫慧台北報導 眼見一定為真嗎 我們換個角度來瞧瞧 所以記住眼見不一定為真 科技進步人人都可以是記者是編輯 有字有圖有標題越聳動讓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無聊來玩玩而已 另外還有照片合成技術造假就更容易 還有現在很夯的AI技術可以移花揭幕 不是他說的都會變成他說的 那該怎麼辦教你簡單小貼固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這會不會是假的 二養成查證訊息的習慣看看新聞來源 作者還有日期更要通過各種管道來查證 破解假訊息行動四不一樣 不要只看標題不要分享不要按讚不要驚慌 要查證要查證要查證 中佳琪談關心您 今年竹朴信氏黃信宗清會議在農曆7月15中元節當天 在基隆中正公園竹朴壇舉辦盛大的普渡活動 廣邀各方好兄弟報餐一頓 比較特別的是其中有一棚擊敗的竟是奶粉奶瓶 還有各式各樣的玩具哦 一起來看看 在道長宋金指引下 基隆市長林又昌副市長林永發議長蔡王蓮 和竹朴信氏黃信中清會主委黃丁峰等人 前程持相緩緩繞行共桌 這裡是基隆市中正公園上方的竹朴壇 正在盛大舉辦普渡祭典 廣邀各方好兄弟前來享用民間供奉 也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今天晚上也是我們中元祭科宜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頭戲 所以今天晚上是進行這個祭拜祭祀的一個活動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非常豐盛的這些祭品 那這個晚上的這個祭祀的儀式是完整科宜的一個展現 所以也是整個中元祭的一個精華 然後我想大家看到整個的一個祝福壇 這個張燈結彩 我相信所有的好兄弟老大公 可以來領受我們的誠心跟誠意 今天是我們農曆的七月十五 也是一般性的就是說補度補度 那今年我們基隆中元祭的職動是我們黃信中清會 我們黃主任委員帶領下來 那昨天放水燈嘛 那今天就是祖福壇的補度 那這個是遵照每一年的這個科宜過益不可缺的 那所以今年黃信中清會辦的特別的這個隆重 澎湃的中西式餐點與精緻逼震的看桌米雕讓民眾大開眼界 其中有一棚祭拜的竟然是奶粉奶瓶 還有機器人汽車皮球及洋娃娃等各式各樣小孩玩具 原來這是今年黃信中清會新設的嬰兒譜 希望紀隆人的慈悲心 能照顧到所有年齡城的好兄弟 今年還有非常特別就是針對有一些比較早邀的這些嬰兒 然後這個其實今年的中清會也特別被天敏 把這部分的一個貢品把它這個規劃出來 所以今年有特別有這個區域 隆重的普渡慶典加上光彩絢爛的祖福壇 吸引了許多民眾前來參與 讓現場宛如不夜城 也為傳承百年的基隆中原季活動 帶來另一波高潮 記者張祺騰金融報導 歡迎回到中家新聞現場 為在七獨主寺玄天上帝的北極宮 決定把上千斤普渡拜拜的白米 及兩百人份左右的民生物資 全數捐給七獨區的弱勢家戶及孤兒院 來幫助民眾 為在七獨主寺玄天上帝的北極宮 舉行普渡儀式 並且決定把上千斤普渡拜拜用的白米 以及兩百人份左右的各項民生物資 全數捐給七獨區的弱勢家戶幫助民眾 到現場和民眾一起參加普渡的基隆市議員張耿輝和楊秀玉 也都非常肯定並且感謝廟方和信徒們的善心 耿輝在這邊特別要感謝也肯定我們北極宮 在歷念的主委及現任的公主帶領下 我相信他們從事的公益活動也蠻多的 而且北極宮一直向來都很低調 他們在慈善功德會也成立了一陣子 那這一次能夠利用我們中研普渡 集合我們這個善心人士跟企業團體 還有這個師兄師姐的那個普渡的物資 能夠把它發揮到零零盡致 分送給我們社區的各里的一些低收入 甚至於孤兒宴等等 所以可能會在這邊也呼籲我們更多的善心人士 共同的能夠共同的響應 尤其利用這些物資來幫助更多的人 也非常謝謝我們的這個李主委 他真的是他的善心一舉 我們一直以來都是可以說是 我們大街小巷很多的鄉親都知道 他平常都有在為鄉親在服務 包括很多的一些個案都有在幫忙 那他們的這個慈善功德會 今天就是他們今天因為中原普渡拜拜 那有一些普渡的一些共品 那會提供給這些就是需要的一些鄉親 來協助他們 那謝謝我們的李主委 你的發心 我代表我們七獨的鄉親 還有我們金融市的市民 來感謝你 北極宮公主進一步表示 只要七獨區里辦公室 有跟廟方接洽確認 需要普渡公品幫助弱勢民眾 廟方就會派車運送到里辦公室 請里長們協助發送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央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央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另外我們也與FM輕鬆電台96.9 聯合直播 歡迎準時收聽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請您的評論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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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话说基隆有一名妇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妇人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只是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她亲自前往下柜登门道歉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这事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